我已经仔细读过你给我的手渣 其中许多故事 我之前都有见过 只不过我看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还不是传奇故事 而是真正记录在卷宗中的案件 真的 那这些案子是谁办的 办这些案子的人 不就是神捕了吗 不是 他们都是我父亲 早年在朝中当御史试察办的 那 巫医大叔岂不就是 他不是 这些故事里的玉面判官 应该是他希望能在这世上 真实存在的人 这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问我 为什么知道这许多玉面判官说过的话吗 这些都是在我父亲 早年留下的手渣中读到的 包括三法司的十戒堂 也都是根据他手渣中的记录 一一实现的 你所仰慕的那位玉面判官 我想应该就是他心目中 理想刑御官的典范 也是他希望 全天下刑御官 最应该有的样子 怪不得 巫医大叔他跟我说 六扇门的故事都是真的 但却从不肯让我去找玉面判官 王爷 在我心里 你就是全天下 刑御官最该有的样子 你把这簪子收好 是我误会王爷了 他调查我的身世 是因为真心想要留下我 而我也终于知道 我娘是谁了 世间机缘真是奇妙 没想到一场武作考试 竟让我遇上了王爷这么好的人 天意渐连 天意渐连 让我能有机会 遇见他 小将军 正想去找你呢 借我几个兵拥拥 这眼看天黑了 你干嘛 王爷在楚家藏了个死人 要我悄悄弄到县衙来 你怎么把官服穿上了 楼下了 什么呀 李章已经回刺师傅了 这回头再说 你想把人借我 你这阵势怎么悄悄弄啊 悄悄的意思是说 不让别人知道那死人的事 又不是不让别人看见我 你昨天晚上一直跟王爷在一起 知道这个死人是怎么回事吗 这个 一两句说不清楚 你自己问他去 那你来干什么呀 我来给锦鱼抓药 顺便来找你看看情况 得尽快让锦鱼住到县衙来 这楚家是不能住了 为什么 一两句说不清楚 我听冷月说啊 楚楚把王爷给气得够呛 这个 一两句又说不清楚 董王 我才一天不在王爷身边 怎么就发生这么多 说不清楚的事啊 你们四个 听锦鲼轻调遣 是 有人吗 大人 请问楚楚姑娘在吗 在 在 楚楚 楚楚 赶紧下来一下 爹 下官大理寺少卿 拜见安郡王 好 免礼 何事 下官有件公务 需向楚家借些东西 什么公务 肖将军 会下的将士 勤了一个山贼 谁知下手过重 不慎要了他的性命 切须把尸体带回县衙带查 又怕雨后陆华 不慎毁了证据 听说 楚家兼做棺材生意 能否借博官一诱 不知可否方便 方便方便 官材有限程的 我带他去 老先生留步 就让楚楚带他们去吧 无论他们跳哪一口 晚辈都会招架付钱 什么付不付钱的 我们五座人家 给官家当差是应该的 老先生高义 楚楚 一会儿你我随景绍卿 回一趟衙门 料理一下这山贼的事 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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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